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治好治坏治死治残都要收费 而且不用负责 所以一些院长带头贪腐 一些医生专攻于给患者设局洗脑规变耍赖等厚黑之术 滥用药物恶意手术图才害命的过度 医疗越多钱就赚得越多 这才是他们真正的生财之道 在这种三不管的独立王国般的医生利益集团中 这些人关起门来 彼此之间拉帮结派 想怎么玩就怎么玩 互相炒作自称自封自表彰 头衔一大堆 今天这个会 明天那个奖全都是浮云 一帮人在一起完全数 拉关系 自我造神 你捧我来 我捧你 共同目的就是变得法的 与民争利贪腐 捞钱 所以往往越是专家 越是黑 越是血债 累累越是先进个人 在这个圈子里有一些好医生 凭良心默默地坚守着人伦底线 但却不敢站出来说话 讲真话 就要受排挤 被打压 被边缘化 比如那个邹郎医生蓝月峰 而腐败分子 反而大行其道成为主流 甚至是中两抵住名利双收 不少医生在国内坑害同胞 对平民敲鼓吸嘴 大发横财 越是腐败 越升值 各种荣誉 光环及一身 等退休后转移资金全家移民出国享福 作为老百姓自己掏钱看病 你花再多的钱 却连一个消费者的名分都不会给你 这套路一开始就是不准备负责的 这根本就不是正常的 医疗商业化 哪有商人敢图财害命坑骗客户 还能做大做强名利双收的道理 今日早报有16家公立医院院长 纷纷落马的报道 在凤凰网 新浪等知名网站上都有刊登 集中提到 医疗卫生领域的腐败 是从上烂到根的上智局长 院长下智药卸科长 医务人员往往查处一案 签出数案 查获一人 签出一群 形成窝案串案 由此可见老百姓被过度医疗 坑害到家破人亡 自然没人会管了 因为这些人全是一个利益集团里的 彼此之间最牢口的关系 就是腐败的关系 互相包庇 一一相互早就成为行规了 而这些上千万上亿的贪腐 资金自然是羊毛出在羊身上 最终都有花钱看病的老百姓来买单 有一位弃医从商的网友说过 在中国医生这个职业 稍微有点良心的人就干不下去 据知情人士说 医生的黑色收入是工资的十几倍 甚至几十倍 大医院主任级别的医生 不少人都是千万乃至上亿的身价 曾有作家感叹 在中国医生这个行当 有无数白衣包裹下的罪恶 局外的人不了解 行内的人又不肯说 这是文明的黑洞 不知何日才能暴露在阳光下 最需要严谨求真的医学 在这里竟然是 以造假和谎言为主流的 最需要有良心的行业 结果 却是最没有良心 这一切就是因为医疗行业 充满着今天的暴毙 而医生又是体制内的人 接下来让我们从网络曝光 震怒全球的 中国最恶毒的女医生 萍萍 她那灭绝人性的反人类罪行中 揭开中国法不择一的 惊天黑幕 现在上海人际医院 生殖医学科任职 人际北院 原在人际医院逆尿科 男性科 的萍萍 是一个外地来户的女医生 萍萍起初只是一个 做皮肤美容的整形科小医生 她靠前规则上 为跨科晋升 摇身一变成了男性科的副主任 而全国公立医院逆尿男科里 几乎没有女医生从业 更没有主刀的女医生 萍萍是个罕见的特例 萍萍在没有任何手术指针的前提下 她仅仅为了一千多元的手术费 睁眼说瞎话虚构编造并造 欺骗健康人在命根子上 恶意手术又因索药红包未果 她竟在手术中疯狂地连环 做手脚 欠人取乐 趁机发泄 直至上海本地的未婚小伙 终身性功能丧失 术后 萍萍脸上那猙獰得意的笑容 让人终身难忘 女医生萍萍 曾操着一口阴阳怪气的普通话 叫交道 我就这样对你了 让你做个太监痛苦一辈子 你去院长那投诉我去啊 你还可以去找卫生局长投诉我 随便你告到哪里都没用的 全球曝光 上海市未继为主任 乌精雷施味素残 护医疗腐败民不聊生 乌精雷主任 作为主管单位的最高领导 在这种恶性医疗伤害事件面前 不要装聋作哑 更不要成为腐败分子的保护伞 使国家俸禄 为人民服务 这是官员的天职 平平这样的腐败医生 背离了医生的基本职责 利用医生的公职场流氓 发泄恶欲残害无辜的平民 犹恃无恐到了其人 取乐令人发指的程度 作为主管单位的最高领导 如果还要袒护纵容 盖黑遮仇 一黑到底的话 那么民众还能看到什么希望呢 请上海市未继委屋 精雷主任和黄红书记 不要让上海市民移去医院 看病就被各种前规则弄的 担惊受怕人人自危 不要让上海的医疗 成为文明的黑洞民怨的源头 网易新闻公开报道了 世界著名出版商施普林格 撤稿并曝光了524名中国医生 学术造假的特大医疗丑闻 震惊国际 其中上海地区造假人数最多 这些被曝光造假的名单中 就有现任上海国际医学中心院长 也就是原上海人际医院副院长 兼逆尿科科室主任黄毅然 就是他 把一个整型科的女医生 萍萍破天荒的安置 在逆尿科里 留在自己身边 无法想象在逆尿科的时候 黄毅然把萍萍 浇灌重性 到什么程度 才能让他有恃无恐疯狂盗窃人取乐 有内部知情人士爆料说 上海人际医院 女医生萍萍的老公 名叫汪浩 萍萍在酒院待过几年 他是出了名的乱搞 跨科晋升前规则上位 在人际密尿科的时候 如日冬天 也是他最疯狂的时候 恶意手术过度医疗 开单提成 药品回扣 红包等等 各种黑色收入 捞到什么程度 他一个月的黑钱 就可以买辆车 两年就能在上海买房 他的一条丝金 就值三四千元 一只包包 就两三万元 每月的药品回扣 勒索红包 开单提成 恶意手术等黑色收入 竟有几十万元之多 普通中等收入的老百姓 血汗工作两三年的工资总和 还不如萍萍医生 他一个月的黑色收入来得多 他要求每台手术 必须都要有红包 每个红包少则数千元 多则上万元 密尿科 是上海人际医院的重点科室 门庭若是 萍萍自从进入密尿科后 每月都捞得盆满不满 没几年就发了 黑钱捞得实在是太多太顺了 这种黑色医疗 贪腐发财的舒服 日子时间一长 这个女人就开始 目空四海 不肯一世 根本不把老百姓 当人对待 她内心的虚荣和仇恶 也随之膨胀到 灭绝人性丧心病狂的程度 这位知情人还说 平平毁了你的 不只是你的命根子 而是你的一辈子 对于一个男人来说 尤其是一个未婚小伙 遭受到这种 及不人道的残害 导致终身性功能丧失 患了任何人 都会一辈子痛苦 抱受身心折磨 而垮掉的 你肯定没有心思 去工作了 因为你废了 你一辈子没有幸福 没有希望 没有憧憬 你是独生子女 是你父母生命的延续 是你们整个家庭的希望 你被害成这样一生都废了 找不到老婆 无法结婚成家 先不去说 如果遇到一个爱你的女人 你会更痛不欲生 而你这样痛苦的活着 你父母肯定也非常痛苦 你们这一家子 从此再无欢笑 整个家庭的命运 都因此走向没落 平平其实是毁了 你们一家子 而他家黑手时 这一切的一切 都是算好了的 这正是他 所要达到的目的 我看完他的话 眼泪瞬间夺狂而出 滴在键盘上 一阵阵心酸些痛 涌上心头 上海市卫纪委屋 精雷主任啊 上海医疗腐败 真乃全国之首 医生屠材害命 不但没人管 根本就是放任纵容的 上海大医院最多 涉及的金钱利益最多 腐败自然也就最多 同样是上海的 国有单位 电力 电信银行 邮政 环卫 公交 警署等等 包括其他 与民生相关的行业 在服务规范 和质量上 都有人管 至少都有个 一线大城市的形象 为什么唯独上海的医疗 没人管呢 各行各业 除了医疗这块 没有一行 会把是古名之故犯 当作创收手段 来做的 乌精雷主任 你到底是管不了 还是不想管 说白了 是非观念 官员贪腐损害的是 国家利益 多多少少 还会有人管 医生行凶屠材 害命损害的是 平民个人的利益 并多方得利 所以就没人管 在国内90%的医疗事故 都是有持无孔 明知故犯的 更可怕的是 绝大多数医疗伤害事故 全部都是利用 国家机器傻流氓 死不认 账不了了之 作为结局的 官方每年公开的 医疗事故 数量全都是虚报的 在这样一个法 不择一的大环境下 有多少 灭绝人性的医生 有持无孔的行凶敛财 把一个个平民家庭 残害到家破人亡 多少无辜的 平民被害的 医生净毁生不如死 而这些行凶者 却能逍遥 法外大发横财 无人管 这到底是为什么 不就是因为医生 是体制内的人吗 有序名言叫 报纸越干净 社会则越肮脏 你在官媒上 几乎从来听不到 对国内医疗事故的报道 但现实中 稍有社会愿力的人们 请回想下 在你身边的 那些认识的熟悉的人中 遭遇过医生欺骗 和坑害的案例 绝不少见吧 医疗这块腐败的 实在太恶劣 太害人 太残忍 太不人道了 医生利用公职 唐尔黄之耍流氓 拿遵纪手法 劳实本分 过小日子的上海市民 肆意残害 为了一千多元 连一个人 最基本的生命健康权 都要剥夺 直接把人逼上绝路 作为主管最高领导 吴京一雷 你大权在握 不能只管医院收钱 不管医生行凶 你们可以利用国家机器傻 无赖 甚至打压 但是请你想想 平平事件上 你们所维护的 仅仅是为了满足一个外地 来护的小医生 他个人人性丑恶的发泄 取乐 其价值 仅仅是一千多元人民币的手术费 苍天哪 吴京雷啊 在医疗这块 请为上海流一份国际形象 和人伦底线吧 难道说明 吴京雷的政绩 就是不讲医疗质量 不论是非黑白 不顾百姓死活 不讲人伦底线 质疑收钱多少来衡量的吗 平平叫嚣的时候 就说有本事 让我来找你 有他这句话 今天我就在全球互联网上面对全世界的网民 公开问责 上海为纪委主任 吴京雷 施卫素餐 一千多元 也就普通人一套西装的钱 这点钱哪里赚不到 这种黑色医疗不只是暴力 也不只是抢钱 这是平平这样的腐败医生 个人利用体制弊端 或国殃民犯下的反人类罪行 上海人际医院在医老虎李卫平的领导下 医院这个地方连最基本的是非观念都没有 现实就是医生行凶 院长敛财 坐地分赃 上海人际医院 他方式腐败 从上烂到根 全力失控院长李卫平 一手遮天利欲 熏心贪腐成性 仗着法不择一的潜规则 利用体制弊端 以损害民众的生命健康来敛财 没有什么比这种性质的腐败更恶劣的了 损害国家公信力 利用医生的公职 打着医疗的名义残害无辜的平民 疯狂敛财 心理变态的恶毒女医生 平平混在这医疗腐败的保护伞下 趁机其人取乐获得另类的快感 来满足恶欲 这种骇人听闻的丑闻 拿到国际上去足以震惊世界 你们这是反人类的罪行 李卫平和平平 是要被送上国际刑事法庭 接受审判的上海市民 强烈要求纪委 卫生部检察院彻查 上海人际医院院长李卫平 医疗腐败玩苦失守贪污受贿 包括过度医疗残害民众 工程项目建设 药品采购 设备采购 组织人事活动中的种种贪腐问题 市民呼吁严打医老虎 查办李卫平 女医生平平 仅为千元 发泄恶欲欺人 取乐毁人命根 上海人际医院腐败 到这种愉悦人伦底线的程度 并有据腐据贪 不查则已 一查惊人 上海人际医院院长李卫平 到底有多少财产来源不明 这个数字绝对是惊天的 现实中很多腐败分子 都是裸官 利用公权力 贪污受贿捞黑钱 生活中 他们的子女流氧移民 豪宅豪车穷 设计欲 呼吁相关部门全面彻查 李卫平 还上海医疗一片净土 很多外国医生 通过互联网得知这个事件后 都震惊了 他们愤怒地说 他不是医生 他是魔鬼 这不是医疗 这是对人类惨无人道的酷刑折磨 这是反人类的罪行 上海人进医院 女医生平平 在手术中 那种有恃无孔是人 如草芥的心态 根本不把人当人 一通乱刀恶切 不计后果 说白了就是恶意残害 虐待折磨人 拿人命根子切着 管取了平平最恶劣之处 就在于他已经是为前恶意手术 又因为没有所要到 红包脑羞成怒 在手术的各个环节上 都激进了最大伤害 故意造成最大破坏性 零食一般 刀刀切药害 将健康人活活切成中身性功能丧失 平平 恶意切断主要神经 及细带神经 使男人敏感部位 失去快感 无法勃起 恶意切断 破坏尿道海绵体 导致无法重血 让男人精液 无法射出 恶意切断主要血管 恶意切除正常组织 术后还指使他的搭档 陈慧兴医生 恶意拆线 皮外缝合 把不可吸收线 线结的两个脚 全部剪断 并不抽出皮下线头 所有缝合部位 全部如此 恶意拆线 大量线头 残留在男人的敏感部位里 反复发炎化膿 还形成肉牙型肿块 终身折磨 让人痛苦一生 平平这个外地来护 人性丑恶不堪的女医生 真的是心理极度变态 她真的不是人吗 上海人际医院男性科 平平做手术下毒手时 满脑子想的 都是行内潜规则 她认为你是平民家的孩子 没有背景 利用医生的公职 在手术牌上 无论把患者弄残还是搞死 医生自己都不用负责 在这个特色体制中 只要和医疗事故 沾上边 你就等于掉进了一个 没有真相 不讲是非的 万丈深渊 无底黑洞 医疗事故 是个特殊的禁区 在这里法律失效官媒失省 利用国家机器和体制 弄残你 医生是零成本犯罪 而你注定了投诉无门 冤死都没人管 所以你拿我一点办法都没有 平平在这种有恃无恐的思想下 她用虐杀 残害折磨人的心态 拿一个原本健康的未婚小伙的命根子 切着玩取乐 切下的一块块正常的组织 犹如零食一般 直至残废 在手术牌上 平平切红了眼 根本停不下来 她一边下毒手 一边问 小伙子你结婚了没有呀 苍天啊 她这是什么心态啊 人性为何会丑恶到这种程度 上海人际医院的平平 这个外地来户疯狂 捞金不肯一世的 毒妇 真不知道她从小是在什么样的教育环境中 成长起来的读书读到丧尽天良 行一行道 丧心病狂 她骨子里充满着扭曲的人性和吃人的文化 她信奉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 从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毕业后 她急功尽力削尖脑袋 不择手段往上爬 当她进入到一个没有法律约束的特权行业中 彻底的释放出了这个毒妇 没有得失之前 从小到大扭曲的人性中 压抑着的极度恶欲 一旦得失变 大开杀界 嗜血成性 没要到红包 一个不称心 一个不爽就傻 流氓下毒手 趁机在手术牌上 恶切 男性生殖器 泄愤取了懒 获得另类的快感和变态 欲望的满足 而这一切都是建立在别人一辈子失去幸福生不如死的身心痛苦上 一些网民评论 平平这个女医生做出来的事情 比日本731部队还要残忍 平平行凶之时 正是她步步高升 日进抖金 在人际医院最得势最疯狂的时候 而当时密尿科科室主任 正是上海人际医院副院长黄毅然 他认为只要把领导伺候好了 就可以不断往上爬大发横踩 拿一个来就医的普通百姓 当作猎物一般 在手术牌上趁机残害取了 发现一下根本不算什么事 这就是为什么一些体制内与老百姓直接打脚刀的基层工作人员 虽然职位不高 却敢于滥用手中的权力 不计后果丧心 病狂惨无人道的残害平民 因为不管他们自己做了什么十恶不赦的罪孽 一甩手全部都能转嫁到国家机器头上 他们自己却不用负任何责任 有人说公正公平是建立在双方实力平衡的前提下 良心和道德虽然可贵 但都是虚弱的 在法不择一的特色体制下 就医的平民 失去了最后一道法律保障的防线后 这时一些腐败医生人性的恶劣 必将是肆无忌惮丧心 病狂毫无底线的 收了医疗费还要害人命 事后气焰嚣张到不肯一事 何等的猖狂 像平平这种恶行作诀嚣张至极 视罗罗耍流氓的医生觉不在少数 这种利用公职 有耻无孔的故意伤害 就是类似知名学者 无私的合法伤害权 这一概念 而医生所拥有的这种权利 更确切地说是一种免责伤害权 这是一种潜规则 更是一种体质弊端 所以正如平平说的那样 随便你搞到哪里都没有用的 新黑手独偷奸耍华 是上海人际医院平平这个女医生的特点 他还在好大夫在线这个网站上 自导自言炒作好评 这个导医平台和一部分医生有利益关联 只要出钱和他们合作的医生 就可以随意屏蔽插评 好大夫在线其本质就是一个依托网站 在网上可以查到很多受骗上当的网友 都有发帖揭露这个网站不公正 用户发表的插评要么无法提交 要么根本不会显示 中国最恶毒的女医生平平 有事无恐明知故犯毁了一个年轻人的一辈子幸福 让别人一辈子都生活在痛苦当中 平民家庭寒心如苦 养大成人的儿子正值青春年华 人生才刚刚开始就被这个恶毒的女医生下黑手 几分钟就给毁了一生 其价值就是平平 他个人仅仅为了一个红包和几百元提成的贪欲 不得不说 穷凶极恶丧心病狂 这是一种利用公职最低级最卑劣 最丑恶不堪的个人腐败 为几百元毁人一生 连黑社会土匪都干不出来 连那些高官土豪都会炸蛇的 被害小伙说 我是一个从小规规矩矩 做人特别老实本分的上海本地小伙子 我从小到大几乎从来不打架 也不会骂人 偶尔与人发生争执 我也都是选择忍让 我就一时没有父母陪同 而且对平平一生是毕恭 毕竟谦卑尊重 陪着笑脸说着好话 可是人性的丑恶书本上是永远没有的 他见我很有礼貌 戴着眼镜长的丝丝纹纹 老老实实的模样 他就看人下菜 更大胆的对我下毒手残害取乐 有从事心理学的热心网民 专门分析过上海人际医院 女医生平平的作案心理 平平骗健康人 恶意手术 在骗手术费 已经达到目的的前提下 这个女人还要以如此残忍 令人发指的手段虐害 被害人 这就是一种扭曲的恶劣心态 而且她每个环节都不肯放过 激进了最大伤害 凡是被她动过的地方 及相邻部位 没有一处不被破坏的 她已经在手术台上 亲手用零食般的方式一刀刀 将未婚小伙生殖器上的各种正常组织切下来 活活将健康人切成终身性功能丧失 又等到手术后 一周意犹未尽 还不过瘾的她 利用拆线的机会 当场指导教缩辰 惠星恶意拆线 再次对被害人进行残害和折磨 由此可见上海人际医院 女医生平平她的人性 是极度扭曲结私底里的 这极是人性的阴暗面 也是一种病态心理 平平通过用极其残忍 极不人道的物理性伤害 导致他人肉体破坏 使人残废后 留下难以承受的巨大痛苦 她的目的 要在身体和心灵上 给予被害人终身的双重折磨 以此来获得乐趣和快感 这种以残害折磨人为乐的 变态心理的产生 离不开一个人的天性和成长环境 有一位上海网民说 像平平这种从小吃钱才长大的外地 来护高群力的流氓 一旦得失 往往是对社会危害性最大的 一方水土一方人 有些人从小就是在吃人的文化中熏陶 这些人功利心极强 极端自私 毫无人性 没有信仰 不讲人伦底线 根本不在乎廉耻 这些人为了改变命运 升官发财 掌握权力 过上穷奢己欲的富豪生活 拼命读书混学力 偷奸耍花 不择手段往上爬 当平平这个外地恶富 来到大上海 看到了充满物欲的繁华大都市 这个女人内心贪婪的欲望 再也压抑不住了 她在一个没有法律约束的特权体制内 贪婪地分享着医疗腐败 带来的嗜血大餐 对她来说 做医生就是一场没有规则 和下线的骇人捞钱比赛 其实现实中很多腐败医生 都有耻无孔地 在昧着良心坑害平民 此类案例生活中比比皆是 只是平平这个心理变态 这些私底里的手段 显得更为疯狂 更为恶劣 平平这个女人当医生 根本就是不学无术 不讲医学的 利用三甲医院重点科室的名气 和在好大夫在线网站上的 自我炒作行骗在诊室里就开始被台词 各种忽悠 以及话里话外旁敲侧机的 暗示索要红包 明明是在坑害宰客 还恬不知耻的用施恩的口吻 家装特别为就医者着想 给予特别关照和优惠 其实平平虚伪 厚黑的演技并不高明 只是医生职业的光环 让很多人放松了警惕 甚至是毫无防范 在医疗腐败的现实中 遇到梅伊德的腐败分子 就是直接屠材害命的 这毫不夸张 这种行为是医疗潜规则里 被允许支持 甚至是领导鼓励的 所以其实做手术 对平平来说就是 装个样子 切开皮肉 然后装膜 做两刃这性子 用玩弄的心态 乱倒鼓一番 然后再草草缝和交差了事 而这对于这个心理变态的毒妇来说 已经算是开恩了 只要他一个不称心 一个不爽 就直接耍流氓 下毒手 请客之间 毁人一生 他下毒手的时候 还会用假装关心的语气 问 有数平平的脸上还会露出一种争鸣 又得意的笑容 因为在中国 公开的医疗事故数量全都是虚报的 在这个医疗大环境里 过度医疗图材害命 早就成了创收的手段 如同家常便饭 那么还有什么是这些人不敢做的呢 上海人际医院 平平靠着女性的优势 跨科晋升前规则上位 在密尿科的男人堆里 激励贺群 独一无二 因为当时有黄毅然的崇幸 一些医生虽然看不惯他的心 黑手毒和贪得无厌 但也敢怒不敢言 也有同科室的医生 看她是唯一一个女性 所以也都处处让着她 在这种顺境里 她内心的虚荣和自大 已经膨胀到不可一视 目空一切的程度 她根本不把就医的老百姓 当人对待 只当作猎物 又不坑害 或攻其折磨取乐 独富疯狂到这种程度 实在是实恶不赦 就连上帝都要怒吼 在密尿科的那些年 黑钱她早就已经捞成千万富豪了 因为平平这个女人 是年轻的 是草根上位 内心显然一副药物扬威的爆发护心态 又由于特色 体制医疗 这块在国内 是一个法律真空地带 无论医生 对就医者 犯下任何过错 全部都是以黑 到底死不认让的 这是行规 在这种环境下 久而久之 最终这个毒妇 有耻无孔的心态 膨胀到阉人取乐 犯下反人类的罪行 回看五千年中国 每个朝代的皇帝 都掌握着生杀大权 可是也没有见过哪个皇帝 随便抓一个平民 来折磨取乐 切者玩的 而上海人进医院的平平医生 这个外地 来护穷凶极恶的女人 却在21世纪 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这个时代里 干出了这种逾越人伦底线的反人类 惊天暴行 上海人进医院 平平这个女人 就是一个混在中国医疗界里 利用公职残害平民 来报复社会的心理变态者 穷山白眼狼 得志扁猖狂 身为国家事业单位 工作人员 残民疑惩 作恶多端 严重损害国家公信力 上坑领导 下害平民 黑钱捞成千万富豪 如此败类 逍遥法外 天理何在 全球曝光 阳光曝晒 上海人进医院 西院投诉 接待办负责人张宏伟 对被害人表示 这是我管不了 你直接去起诉好了 在现在这种体制下 遇到这种事情 你没其他路可走的 曾有明白人说过 和医院打官司 就等于 和国家打官司 你想想你会赢吗 鉴定机构 律师 法官他们之间 是长期合作的关系户 而和患者只是 一锤子买卖 医疗官司 早就成了一条 二次坑害 患者的黑色产业链 一一相互 官官相互 所有利益集团里的人 都在昧着良心指路 为马 一个医生犯错 整个医院 乃至相关部门 都来用更多的谎言 帮着圆谎 很多达医疗官司的受害者 走完所有流程后 才明白什么叫做 连环坑 从开始就是一个 纳入系统运作的陷阱 医生坑完你 律师坑 律师坑完你 鉴定机构坑 鉴定机构坑完你 法官继续坑 因为受害者 是平民百姓 是最弱的 坑害你 没任何风险 他们又怎么可能 和你讲道理 讲公正 讲契约精神 讲良心呢 作为平民受害者 在他们眼里 就像一只 被流水县 也就是使作用者 这类恶衣 为这条黑色产业链 源源不断地提供着 新鲜原料 这就是医疗官司 为什么 在中国被称之为 冤案之王的道理 在中国不奢求 免费医疗之福利 如果医院 真像企业一样 对待顾客 能合法经营诚信交易 有人监督 有人管的话 也算是百姓之福了 中国医院 脚踩 官商两届 取利必责 行商业盈利之道 免违法犯罪职责 院长带头腐败 纵容恶衣 行凶敛财 故而所幸 不再讲什么职责 和底线 医匪要罢 群魔乱武 谋财害命 唐尔皇之 无法无天无人管 老百姓 最怕的不是药品价格贵 而是花再多的钱 那些医生 都根本不肯对 挣下药 恶人敛财 拿健康人 开刀 把救医平民 往死里 害得医生 大有人在 怪不得一些老百姓 看并能看到绝望跳楼 哪怕 请家当产 卖房 举债 再多的钱 给他们 他们根本不愿给你 王好理智 钱花得越多 过度医疗 给你 滥用药物 器械 恶意手术 对你的伤害就越大 一些医生主观上 根本不追求手术成功 因为本身就是 过度医疗 恶意手术 只有伤害 大小之分 没有手术成功 一说 更可悲的是 在这种大环境的风气下 有恃无孔的心态 使得一些医生 在手术中 那种极度草率 和野蛮的操作 根本不把人当人 认着性子随意 切着完 没有看到病造 他们照样感 胡乱手术 乱切 一通 切除患者 正常组织 甚至损伤相邻的器官 眼睛都不扎一下 手术做好做坏 反正照样收费 做坏了 还能扩大治疗范围 收取更多的钱 在中国 常常会发生手术 做错部位的情况 比如左脚骨折结果 去拿健康的右脚开刀 从逻辑上 只要是正常人 都会匪夷所思 没有看到病造 如何下得去刀 无从下手啊 但是他们不是正常人啊 这些人 在体质特权的保护伞下 长期有 持五孔偷奸耍 划草间 人命的心态 早就习以为常 他们根本无需看到病造 明知乱切 照样下刀 一通乱搞 草草缝合 就算交差了 是更有甚者 就像上海人际医院 平平医生这样 从一开始 就是社局欺骗 直接行凶 他就是冲着切 正常器官来的 还有把医疗器械材料遗留在患者体内 这种低级的错误 也常有发生 这些个错误 在国外医疗界 被称为不可饶恕性的错误 而在国内 却是经常发生 乃至明知故犯 这些人有恃无恐 是人 如草界的心态 和卸毒生命的程度 是你无法想象的 因为随便怎么搞都不用负责 如果你要投诉 你要维权 这些人的无耻与卑劣 远远超出你的想象 据很多医疗维权案例中 了解到 他们对待维权的受害者 有一种进行人格栽赃的潜规则 其手段就是 被精神病 这是一种中国特色套路式 针对维权人士 惯用的栽赃打压手段 通过直接侮辱性的人格栽赃 给维权者 扣上精神病的帽子 达到全面否定一个人 一切言行的目的 从网上了解到 包括很多空逼症 维权者和揭发过度医疗的 走廊医生蓝月峰 均有被此手段栽赃过 中国官媒都公开曝光过 对上访人员被精神病的事件 在这种地方人性的阴暗面 无需掩饰赤裸裸的肆意 无论是道貌岸然的大专家 还是雕横嚣张的小医生 或是一个奉执挑战的粗暴护工 从他们的态度中 眼神离米 就能发现充满着算计 傲慢 蔑视和嘲弄 因为这个地方 根本不会和你讲标准 讲规范和质量 老百姓花钱看病 但却得不到规范正确的 医治流程和标准 比如同一个就医者 不同的医生都可以随心所欲的 给出各种不同治疗方案 不设标准 不要求规范 如果有幸遇到好医生 凭良心 能给你对症下药 遇到恶医 就不管你死活 拼命乱开 有害无效的回扣药 忽悠人恶意手术 而作为救医者 连过问质疑的权利都没有 有些医生傲慢到一棍三不达 眼皮都不抬一下 有些就直接化理 带刺直接对你训斥和嘲讽 也有些故作 尾身演技一流 专攻洗脑 信口开河 反正这个地方黑到底 没人管 把救医者视为鱼肉 随心所欲认着性子来的 所有医疗流程环节 从检查到用药 床位 手术 护理 全都成了掌控 在恶医 个人手中 用来屠材害命和刁难卡 药的筹码 这些基本的医疗流程和资源 他们想给你就给你 不想给你就会有 无数个冠冕堂皇的理由 而把一些没有必要的 伤害性检查 暴力的回扣药 致死致残的恶意手术 却拼命的诱骗 甚至是为逼迫使患者接受 老百姓自己掏钱看病 付出的医疗费再多 也换不来一个最基本的规范医疗 这些如狼似虎贪得无厌的恶衣 岂肯 甘心于警戒医疗费上的收入 药品器械的回扣和锁红包 吃毒食 才是最大的黑色收入来源 恶衣们把不履行职责 卡断基本医疗资源 和故意制造伤害事故 作为敛财的主要手段 因为在这个地方 权势前规则 没人会给你真相 更不要指望投诉会给你公道 在这里每个环节上 都有刁难卡要 生冷硬顶 或是及不负责乱来的工作人员 这些人很清楚 无论他们自己怎么搞 对待救医者 有多恶劣都没关系 他们个人都不用负责 一切后果一甩手 就可以丢给医院 利用国家机器来摆平一切 而作为一个 被这种免责伤害权 欺凌伤害到家破人亡的 救医者来说 面对你的只有医医相护 只有无助恐惧和绝望 道貌岸然的专家 煞有介事的 用专业言词 编织着无耻的谎言 小医生们打着关枪 争先恐后的 被送着惯用的洗脑台词 处理医疗事故也好 医生故意伤害也好 只有一个原则 欺骗 造假 指路没马 死不认账 该不负责 或许有人会问 其他行业 哪怕生长一只圆珠笔 维修一台机器 都有一个衡量好坏的质量标准 和要求 为什么国内的医疗行业 在人命关天的大市场 却会出现医生 可以不讲 标准随心所欲的医治 出事后 却不用负责呢 这不就是因为 如果规范起来了 要求质量标准了 那么哪来的暴力 哪来的天价医疗呢 如果不幸遇到 像上海人进医院 平平这样 心里扭曲的医生 就更为疯狂变态 他所幸趁机在手术台上 折磨人 阉人取乐 发现恶欲 他自己耍完流氓心满一族 只要一甩手丢给医院 利用国家机器去耍 无赖就没事了 法外之地灵管理 医疗腐败黑到底 这种环境下医生 不可能有责任心 良心都成了稀罕物 中国医疗抛开 官媒在电视里的粉饰和洗脑 现实中老百姓 住进医院 不用说关爱和人道 就连最基本的人权和尊重都得不到 因为这个地方根本没人管 权势前规则 放任医务人员 对平民敲诈 勒索 屠材害命 那些丧尽天良的医生 就像是一个个掌握 患者生杀大权的小官僚 个个有恃无恐嚣张跋扈 生冷硬顶推 刁难卡 要骗在平民生病来就医时 落井下石 趁火打劫屠材害命 这还是人干的事情吗 正因为这是一个无法无天 无道理可言 一黑到底的地方 所以哪怕是一个护士 都可以认着性子 随意对救医者 滥发脾气 大呼小叫冷嘲热讽的训斥 我相信很多救医者 尤其是住国院的人 都会有此经历 在这里只有潜规则 只有权力的傲慢 和吃人的现实 医疗腐败 最灭绝人性的地方就是 指路为马 知错犯错 故意伤害 不是医术好坏的问题 而是根本不讲医学和规范 一些腐败医生 练的就是一张 被抬词的嘴皮字 他们以社局敛财 和诡辩洗脑等厚黑术 唯能未容 一边谋财害命 一边自称没有安全感 不愿子女从医 一边疯狂的开单 提成锁红包吃回扣 一边哭穷喊泪 一边恶诊害人 篡改病例 一边指责患者 对他们缺乏信任 一边血债累累 一边拿医生的职责 和腐败行为 混淆概念掩盖罪责 医生腐败或国殃民 就医环境关系道 我们每一个人的自身权益 和安危 把本就生活不易 却能安分守己的平民百姓 直接坑害到家破人亡 逼上绝路 医生腐败是危害性 最大的恶性腐败 严重损害了国家的公信力 从而积极的民怨 造成社会不稳定因素 其影响是难以估量的 而这一切的罪魁祸首 就是像平平这样的医生 仅仅为了个人千百元的贪欲 坐下的孽 现实中人性的丑恶无处不在 新闻中那些喝了毒奶粉 夭折的婴儿 被幼时虐待 拎起耳朵 悬在空中的幼童 被校长带去开房的幼女 在幼儿园里 被尾借的孩童 在养老院里 被护工毒打和喂尿的老人 因为讨薪 被老板打得 头破血流的农民工 还有被城管跳脚踩头的小贩 这些地方 都还是能够见光的罪恶 而像医院这种纳入系统运作 一黑到底的地方 官媒都禁止曝光 像平平这样的魔鬼医生 还有什么样的事 是不敢做的呢 一些腐败医生 无论老弱妇孺 他们都能狠下毒手 他们没有任何羞愧和负罪感 没有任何心虚和纠结 他们理直气壮小张跋扈的屠材害命 就医的老百姓 在他们眼里就是被捕杀的猎物 但同样的体质下 也有好医生 因为人有善恶之分 所以人性的丑恶 是这种罪恶的根源 加上在吃人的文化中 成长起来 做人不择手段急功近利的他们 是不会有一点人性的 一张张虚伪猙獰的面孔 一套套千篇一律傻 无赖的排词 一场场厚黑无耻的表演 一笔笔明知故犯的血债 一条条先活生命的逝去 一个个幸福家庭的毁灭 谁无父母儿女情 谁无人生好憧憬 将心比心都是人 何苦独到丧人伦 除了那些高官权贵 和有医疗人脉关系的那些人之外 在中国各行各业中 无论你是社会底层的劳苦大众 还是单位里的小领导 或者是老板 乃至公务员 小官员 回讲一下各自 及陪亲朋好友就医的经历 多少人没受过气 没被欺骗坑害过 没被钱规则过 这个答案不用说出来 在你们各自的心中 自有一干良心做得称 我是一个上海本地 80后的未婚小伙 惨遭独守一生敬毁 我别无选择做了一回 皇帝新衣里 说真话的小孩 医疗问题 在国内没有真相 专家在洗脑 五毛在血涕 官媒里的粉饰和表演 节目里各种名人权威 高谈阔论 故作争辩 全是滔滔不绝的 天马星空 就是没人肯讲真话 我所写的这些 是中国有史以来 最真实深刻的 医疗环境现状 却也只是冰山一角 看懂死闻者 受益匪浅 活在中国 这是人生中最大的陷阱 因为它隐形 在日常生活的常识中 无数人贤富后继 不明不白 连发生的机会都没 请珍惜生命 保护好你的家人 我能写出这些真相 我就是一个奴民 我是一个未尊严 而活着的人 我是想给我自己 来到这个世界上 遭受到这种 惨无人道的残害 导致我一生尽回 有一个说法 至少要有一个真相 永远留在全球互联网上 只要真相能留在世上 让全球网民来做陪审团 我希望终有一天 李卫平和平平 被送上国际法庭 接受正义的审判 恳请各位好心人 帮忙转载 或者翻译成各国文字 流传于是 此恩此情 来释还上海人际医院 恶医平平事件 被害人向全球网民声明 我用亲身经历 在互联网上发帖 揭露医疗腐败 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关心和支持 同时要特别感谢一些 国外的医生和外媒的朋友 对我的关心和帮助 在此我公开声明 我因上海山东中路145号 人际医院男性科女医生 平平所红包未果 在手术牌上 恶意将我残害 至终身性功能丧失已是 无人负责 被逼无奈上网发帖 向全球曝光揭露 上海人际医院院长李卫 平医疗腐败 因涉及一些腐败者的利益 我和我家人有可能因此事件被报复 而被遭遇各种不测和陷害 我已将我的所有个人信息 及因此事件 有可能会遭遇到的各种风险 都已经向全球百余家媒体递交 说明有多为外媒新闻工作者 和外国医生表示 会关注我的人身安全和事态进程 若我有遭遇不测 事件性质将会升级 事态发展将不可预料 医疗腐败急需整治 医生为千百元害命 害人听闻却又频频发声 老百姓住进医院 处处前规则 脸难看话难听 生冷硬顶还算轻 不送红包就送命 老百姓看病就是拿命 去赌医生的良心 更多事件详情网络搜索 生殖医学 平平或者人际医院 里为平贪腐 受伤网络搜索 津 输 输 输